更多书请添加微信 HLLX321 一个时辰后 白小纯飞奔时心中悲催啊 他觉得自己太凄惨了 明明此刻已经有了地脉器 想要找个安全的地方 可却被小女孩追上 一想到方才的凶险与危机 白小纯就心颤了 此刻天色渐弯 私下看不到身影 白小纯找到了一处山洞 气喘吁吁 一边打坐 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 这山洞他觉得还算隐蔽 正考虑要不要选择这里住基石 忽然的他眼前出现了扭曲 这扭曲只是一瞬就恢复了 分不清是这世界扭曲 还是自身的眼睛扭曲 总之在恢复之后 他的面前 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道身影 正是那穿着白衣服的小女孩 黑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 哥哥你不要走 陪我玩 白小纯要崩溃了 他眼珠的通红 恰觉间立刻灵力散开 化作紫色的大顶 轰的一声砸向前方 地面颤抖时 他身体一遇而出 低头看去时 发现根本就没有那白衣小女孩的身影 之前的一切如同是自己的幻觉 该死的 白小纯面色难看 他察觉出了不对劲 也猜测 那诡异的小女孩 或许是在自己身上 下了什么树法 无心休息 白小纯咬牙 再次前行 要尽可能地远离这里 又过去了一个时辰 他遥遥地看到三个修士 正在彼此厮杀 白小纯刚一靠近 脚步猛地一顿 他前一刻 看那三人四周还是空旷 没有其他身影 可眼下 却看到三人的身边 那白衣小女孩 诡异地站在那里 撑着自己微笑 只不过 这笑容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 赫然化作了一张大口 向着自己瞬间扑来 白小纯头皮一掌 全身秀为散开 右手握拳 不死长身弓爆发 一拳轰出 地面震动 小女孩消失 不远处那三个修士 此刻都骇然地 看着白小纯 他们亲眼看到 白小纯出现后 如发狂一样 居然一拳 轰在了一块山石上 眼看那山石成了飞灰 三个人倒吸口气 立刻避开 白小纯沉默 看向四周 咬牙之下 继续远去 很快过去了两天 白小纯整个人疲惫不堪 这两天里 他太多次的看到了 白小女孩 甚至连自己打坐 也都可以看到 对方的身影 且 这种状态越来越严重 开始时 还间隔一个时辰 可一眼下 几乎每隔三百夕 就会发作一次 根本就无法去注击 而在这两天里 白小纯也遇到了一些四宗弟子 甚至灵溪宗的弟子 也都遇到过 可没有一个能看到白小女孩的 他们的眼睛里 白小纯是独自一个人 就在这第二天的黄昏 白小纯双眼血丝弥漫 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在这疲惫中 似乎生计难以锁定 竟出现了 要飘散出去的征兆 甚至头脑 也都有些混混沉沉 下一次的发作 就快到了 白小纯沉默 索性不在前行 而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他握紧了拳头 身上还有一枚怪丹 可他不敢继续扔出 他有种知觉 自己之所以没死 就是因为这枚丹药 还在自己手中 一旦扔出 被那小女孩获得 那么自己很有可能 会与雷山差不多的下场 这一次的事情 也给他敲响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镜中 丹药不可随意去练 这种似真非真 似幻非幻的事情 可以看成是一种毒 只要找到解毒的办法 就可以痊愈 白小纯沉默是突然的 远处有一道长红虎啸而过 原本是要路过而去 但在靠近白小纯这里时 却突然停了下来 这是血细宗的青年 一脸顽固的样子 此刻看向白小纯石 目中露出火热 他的手中拿着一个罗盘 掩下着罗盘的指针 指向白小纯石 发出刺目的强光 你居然搜集到足够的地脉之气 形成了地脉气隐 这也太快了 这是命中注定啊 我徐小山 这一次可以明镇四宗 第一个住击了 这青年 正是血细宗的徐小山 此刻他激动 又看了白小纯一眼 别烦我啊 一边玩去 白小纯心烦 他正计算时间 还有十几息 再次发作的时间就到了 我知道你 你叫白小纯 在你们灵犀宗内 被誉为是杀手剑般的弟子 可惜你现在的状态 居然虚弱到了如此 你的生命之火 黯淡的随时可以熄灭 我徐小山的机会来了 白小纯 你身上有一枚地脉结晶 咱们商量一下 你借我玩玩怎么样啊 徐小山 目中露出贪婪 阳天大笑 身体一晃 掐绝时 立刻他的四周 居然出现了七八种法器 每一个都散发精芒 透出不俗的气势 在他的挥舞下 直奔白小纯而来 白小纯抬头 冷眼看了徐小山 正要出手 可就在这时 他眼前忽然扭曲 白衣小女孩的身影 再次出现 站在徐小山的身边 向着白小纯 诡异地笑 笑容越来越大 最终化作一张大口 一眼看 就要扑向白小纯 可就在这时 徐小山突然尖叫起来 居然猛地退后 看向身边空旷的区域 一眼中露出恐惧与骇然 身体强烈的颤导 有神志的杀魂 天哪 这里怎么可能还存在 有神志的杀魂 不是都被灭了吗 该死的 你居然被这样的杀魂盯上 难怪你如此虚弱 这是被诅咒了呀 你死定了 徐小山倒吸口气 急速后退 退后是右手抬起 取出了一枚骨欲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又恒 这股域上有一片褐色的区域 如同鲜血侵入 在取出的刹那 徐小山明显松了口气 急速后退 下方的白小春 此刻猛的睁大了眼 呼吸急促 你能看到她 你手里是什么宝物 她的世界里 她看到白衣小女孩 原本在徐小山察觉后 看了徐小山一眼 可紧接着 随着徐小山取出骨欲 白衣小女孩居然神色一变 瞬间后退 徐小山根本就不回话 转身急速的就要离开这里 还没等遥远 白小春身体瞬间冲出 背后翅膀一伸 整个人轰的一声 直接出现在了徐小山的面前 右手抬起 一拳轰去 徐小山 咱们商量一下 你这骨欲 就玩玩啊 我没抢你的就不错了 你还来抢我的 你都被诅咒了 离死不远 还敢和我动手 徐小山面色一变 掐绝石 四周浮显七八件法宝 骤然反击 白小春全身荧光闪现 一拳落下 哄的一声 直接与徐小山的七八件法宝 混在了一起 巨像惊天动地 那七八件法宝 全部颤抖 咔咔声中 熠熠崩溃崩溃 白小春化作狂风 瞬间来临时 徐小山触目惊心 神色猙獰的大手一甩 手腕上的柱子飞出 在前方赫然化作十八尊诗人 每一个都赫然堪比拧起十层大圆满 散发死气 扩散四周 齐齐出手 这种操控尸体之法 白小春还是首次遇到 他发现 这些尸体身上都长满灰毛 根处黑色 似向黑毛转化 一个个都极为的不俗 轰鸣之下 白小春背后的大铁锅崩溃 可他的身体 却没有损伤丝毫 反倒是双手挥舞时 一股惊人的玉力爆发 经笼罩四周 操控那些诗人 使得他们身体一颤 竟无法继续动弹 只能发出咔咔之声 徐小山嘶的一声 可双手却没有停顿 左手一挥 立刻九座青铜棺材飞出 立刻变大 向着白小春压顶而去 右手一挥 一个葫芦出现 吐出了三千沙粒 卷动四风 直奔白小春 而他头发一甩 发丝上挂着的几个铃铛 也脱离而去 形成了一道道虚影 冲杀白小春 更惊人的 是他猛的张开口 口中吐出一把血色扇子 这扇子挥舞时 方圆白杖 立刻血雾漫天 死形成了阵法 有咆哮之声 从血雾内传出 化作无数利兆 从四面八方 卷着血雾 直奔白小春 我徐小山 有的是法宝 猎尸 白小春 你和我斗 徐小山得意的大笑 一拍橱带 立刻又飞出了二十多件 每一个都品质极好 还有一瓶丹药 被他一口全部吞下 耗飞的灵气 短时弥补 若有第三个人在这里 必定被这一战 骇然心惊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被大量法宝围攻的 白小春 身体外出现了一只仙鹤 化作盾牌环绕 身体上更有黑光一闪 覆盖全身 同时 他猛的一拍橱带 手中短时出现了 数百张俘虏 一把贴在身上 哄的一声 一层层的防护光幕 起起爆发 眨眼间 数百层光幕 厚度足有五十多张 气势惊天 我白小春身上 有的是防护俘虏 你那些区区法宝 敢和我斗 白小春傲然的声音传出时 四周的诗人 直接就被掀开 三千沙力无法进入太多被卡在里面 还有不少更是弹飞 那九座青铜棺材 同样在落下时 根本无法破除 被生生的阻挡在外 即便是须小山 也都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呆呆的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都懵了 他欲人大斗 一想是依靠众多的法宝与猎师 可这还是第一次遇到白小春这种 与自己不相上下之人 虽不是法宝 可那数百张俘虏的价值 让徐小山触目惊喜 此料理说这个白小春很神秘强悍 可没说他这么有钱呢 徐小山苦笑 他很清楚自己的可怕 也自然清楚与自己一样的人的可怕程度 尤其是那么多俘虏 他都眼熟 毕竟法宝需要灵力补充 而俘虏则需要的极少 耗费的大都是俘虏本身之力 价值不菲 又有使用的失效限制 所以就算是徐小山 也都觉得奢侈 此刻眨了眨眼 对于白小春他也挺服气的 觉得与自己挺像 心中甚至还有了一丝惺惺相惜之意 想来想后 直接将那谷遇扔向白小春 该死的 我徐小山还没扶过什么人 你白小春算一号 这个你既然需要 给你不可能 借你玩玩没问题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